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目前的消息 第七期新春特辑 第八期情歌特辑 第九期大概率狐夏专场 第十期周深专场 第十一期田镇专场压轴 网络有曝光部分第十期周深专场的歌曲 都是周深各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 这一期也来了两位新的飞行嘉宾 龙祖儿和黄启山 这两位歌手都有参加过《我是歌手》 在节目中也都取得还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黄启山在节目中被誉为高音歌王 实力不容小觑 田镇演唱《若思念便思念》 这首歌曲是周深在2021年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中演唱的一首歌曲 周深的很多歌曲都很适合晚会上现场 也许它的部分歌曲流传度不算特别广泛 但一定适合晚会呈现 不知道田镇会改编成怎样的风格 来演绎另一个版本的若思念便思念 阿舵演唱《触不可及》 这首歌曲是电影《触不可及》的推广曲 发行于2019年 并且获得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孙月演唱《不想睡》 这首歌曲是周深全新改编演唱的一首歌曲 发行于2020年6月8日 收录于同名专辑《不想睡》中 这首歌曲也是当年周深在歌手总决赛准备的第二首歌曲 相信对周深也有特殊意义 《狐下演唱水行物语》 这首歌曲是是奥斯卡最佳影片《水行物语》的同名推广曲 发行于2018年 狐下很适合一些情感歌曲的翻唱 孙月的哭泣的百合花狐下翻唱的就充满情感爆发 《水行物语》又是一首边缘人寒而未发的感情歌曲 适合狐下演唱 荣祖儿演唱《化身孤岛的惊》 这首歌曲是2020年周深发行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终有周深与精灵的混声 园区尽显空灵之美感 不知道荣祖儿会用怎样的方式去全心诠释这首歌 黄启山演唱《生活总该营助光亮》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曲 周深在在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曲 歌曲的风格很适合黄启山 相信黄启山会带来另一种高音之美 其实很多人对于周深的了解还是那首大鱼 这首歌曲周深在第一期没有演唱过 大概率会放在自己的专场进行首位演唱 在第十期过后节目还有两期就将步入尾声 第七期预告中有谭永林 很多人都在呼喊李克勤 不知道第十二期 节目组会不会请来李克勤制造情深深合体呢 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到来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